朋友们好,书法老有聊 我们知道有这么一句话叫书画同源 在历史上有很多书画家 他们画画画的也挺好的 还有很多画家 他们的书法也是很棒的 书画同源 比如说赵孟甫 他既是书画家 也是画家 而且不论是书法还是绘画 他取得的成就都是公认的 另外像徐伟、徐文长 他的书法、他的绘画 在历史上都是有影响的 包括像文征明 我就不要举那么多例子了 这都是没有争议的 当然我欣赏的还有石涛 石涛虽然他以画为主 但是他的书法我也是很欣赏的 我记得中国书法杂志 曾经还专门介绍过石涛的书法 在这些人的身上 他们写字也好 画画也好 没有人有什么意义 可能只有赞美 这画画的好 这字写的好 一旦把我前面说的这些人 换成当代的这么一位 那情形就大不相同了 这个就是我要聊的这个甲平蛙 那甲平蛙呢 他是当代的一个著名的作家 前些年呢 我们知道他就是卖字 卖得非常的出名了 当然有很多人说他字不好啊等等 反正他的字卖的是好的 我曾经做过一期视频 从那个时候开始 我也知道甲平蛙呢 他在画画 当时我看了他画的东西之后啊 我是很惊讶的 就觉得这个字还像那么一回事 这画算什么呢 当时我是有这种看法的 那最近好像有这么一个消息 说甲平蛙 他的画呀 获得了一个大奖 这个大奖好像是这个国内 关于这个美术方面 奖金呢 是最高的 是一个酒厂高的 这个奖是酒厂颁发的 然后呢 奖金是多少呢 是一百万元人民币 甲平蛙获得了一百万元人民币 而且呢 还有奖杯 这个奖杯啊 是金子做的 好像是一个人物的造型 这个奖杯 折合成这个现金 好像是三十万吧 有三十多万 总之 就是甲平蛙 他这个 凭他的这个美术作品 他的绘画 获得了这一次大奖 那也引起了这个 很大的争议 很多人就愤愤不平啊 说这是怎么怎么怎么的 我就不说了 那我今天要做这期视频呢 是想聊一聊甲平蛙的话 就是我怎么看他的话 可能有的朋友啊 笑点比较低 有可能看了之后会笑啊 如果要笑破肚皮啊 那是不合适的啊 这个不要笑破肚皮 我呢 可能在聊这个话题的过程当中啊 有可能发笑啊 但是即使我发笑 你要相信 就是我做这期视频呢 我是认真的 而且我相信 我能够讲好这期这个视频 能够把甲平蛙 呃 他这个话啊 到底是涂鸦 还是艺术 这个问题呢 能够讲清楚 而且呢 我也能够讲清楚 这个甲平蛙 他的画有什么窍门啊 就是他是凭什么在画 画了那么多东西 他到底有天赋 还是没有天赋 我要说这个话题 我下了一些甲平蛙的话 我们看着画来聊 比如说啊 这是一副马 他画的这一副马啊 可能是一副枣红马 在上面提的款式 此时正驱马啊 这个时候正在驱赶这个马 但是我们也没有看到有棋手啊 他就画了一匹马 因为画上人就更难画了 我们知道甲平蛙 他不是一个专业画家呀 呃 可能造型的能力也是有限的 所以他就画了一匹马 然后此时正驱马 谁在驱马 我们就留下一个空白 可能后面有一个人在撵啊 呃 有一个顽皮的孩子在驱赶着马 或者有一个美人在驱赶着马 或者是后面谁放了一个炮仗 砰的一下 哎 正驱马 这马就奔起来了 那你仔细看他这个马呢 呃 你要上升到用徐悲鸿画马的 这种艺术水准来说呢 他不好比啊 徐悲鸿他是职业的 又专业的这么画家 受过严格的训练 甲平蛙不是啊 他那个字都是后来练的嘛 哎 他这个马呢 就不要挑剔 但是我们能够看出来 哎 这是一匹马 而且呢 是一匹早红马啊 赤兔马 呃 我觉得好玩的是什么呢 就是他这个马呀 这个后面的两条腿啊 粗而直 呃 前面的两条腿呢 细啊 呃 就是一个墨呃 笔画了一下 最有意思的是什么呢 就是抓我们眼球的是 他这匹马的眼睛 这匹马的眼睛 瞪得特别大啊 特别的圆 这个眼珠少 眼白多 呃 还有就是这个马踪 按理说啊 根据物理学上来说 这个相对运动 这个相对运动产生风 他向前奔跑的时候 这个马向前奔跑的时候 他那个长踪啊 是往后面飘的 但是呃 平蛙先生画的这个马 这个踪啊 是腻着啊 我们说这个卤猫啊 你都要顺着那个猫的毛来撸 他在舒服 他这个马 踪是腻的 所以不知道是怎么回事 也有可能拘了油了 反正用发胶固定了 都有可能 但是就这一块 就是甲平蛙 他是用心的 你看了肯定会说 这画的什么呀 这马踪怎么是这个样子的 哎 他的马踪就是这样的 一点都不飘移 是那种印刷一样的这个马踪 这是他画的这一匹马 看了甲平蛙先生画的这个马之后 我们接下来要看他的这个像马图 我们知道这个伯勒像马 对吧 像的是千里马 那这个像马图呢 我不知道画的是谁在像马 反正就是事情是像马 是一个人在像马 这个人也挺有意思的啊 呃 看起来还有一点那个希腊 古希腊那种雕塑的那种感觉 包括那个发型胡子 你看一看 有点像文艺复兴时候 那种造型 呃 不像是咱们这个中国人 然后再看着一匹马 这个马呢 一看呢 又黑又瘦 呃 老实说呀 如果他不提这个像马图三个字 呃 我们可能看不出来这是一匹马 啊 不太像一匹马 呃 也也有可能是一头驴子 或者是一头骡子 呃 但是他 提了这个像马图 就是告诉我们 我画的是一匹马 这个人呢 正在像马 那这就好玩了 有人说这个马行吗 哎 这个就不要调别人的刺儿 因为他没有说像千里马呀 他没有说这是千里马呀 就是马嘛 那马我们知道有一种品种是很矮的 那个云南那边好像就有矮种马 他这个可能都不是 这个呢 还真是那种马的大概的结构啊 我们看还是像一匹马的 但这匹马呢 是很奇怪的 跟这个人 他们俩这个对比啊 一对比 这个马呢 有点跟那个狗的体型差不多 我们知道有一个词叫画虎不成 反类齐全 就是画这个虎没画好 反而呢 像狗了啊 他这个好像是这个画马画成了啊 竟然也反类齐全啊 有点这个意思 那在这幅画上啊 甲平蛙老师用了一种什么样的表现手法 你不要认为他就是瞎话的 他是有想法的 这幅图啊 视觉冲击还是强的 首先就是这个马 不是我们曾经熟悉的那种生活中的骏马 也不是你曾经记忆当中看的 这个历史上那些画马的 这个高手画的马呀 还有像近现代徐悲鸿画的马 不是 甲平蛙先生这个马 哎 跟他们都不一样 哎 这就引起别人的关注 同时呢 他这个马是黑色的啊 胶末 用胶末画的 很浓的末画的 黑 特别的黑 黑瘦 黑瘦的 然后这个象马这个人呢 呃 穿的非常红色的衣服啊 裹在这个身上 这个图就两种颜色 就是红与黑 这个视觉冲击还是很强的 尤其这个人 他这个身段呢 哎 我觉得甲平蛙画的挺成功的 但是他的象马是在象什么呢 好像是在象马的臀部啊 你看这个是象马还叫象马臀呢 反正我又觉得这个画 他有他的这个趣味 这个趣味可能就是平蛙通知啊 平蛙先生画的一种失误 他画不好 他只能画成这个样子 恰恰是他这种水平限制了他 哎 他胆子又大 他就这么画了 反而有一种趣味 觉得挺好玩的 哎 象马图 好 我们再来看一幅 他的这个象鱼问水啊 象鱼问水 我看了之后 就是不知道是什么意思啊 象鱼问水 问什么呢 问水是轻的还是浑的 还是问是上善若水 还是什么呢 他就是提一个象鱼问水 就是让你自己去猜一猜啊 画了这么一个人 这个手背在后面 跟我一样 我画人画不好手的 手是特别难画的 就把那个手画在袖子里面 这也叫藏桌啊 平蛙先生知道 不擅长画的就不表现了 手就藏起来了 然后呢 问题是这个鱼啊 这个鱼老实说 我看了之后 这个鱼不但丑 而且能怪 这种鱼 不要说在市场上 如果有卖 就是没人买啊 买来也不敢吃 可能看到这个鱼会害怕 哎 但是他就是 他所造成的 这种观感上的那种陌生感 恰恰 可能就是他要达到的目的 他为什么画的这如此让我们觉得陌生呢 就是因为他没有刻意去画这个鱼 如果他刻意去画这个鱼啊 我相信他能够画的更像一些 但是他没有 结果这个鱼啊 真是奇了怪了 他画的鱼的尾巴和这个鱼的旗啊 他知道鱼身上是有尾巴和旗的 但是呢 所长的部位 可能呢 他就不考虑了 我只要有这零件就可以了 你不要管他长在哪儿 反正你一看知道 这也是鱼嘛 哎 你还别说 你一看 他不是鱼是什么呢 他是鸟吗 一看还就是鱼 但这种鱼啊 你是找不着的 它是没有范本的 就是甲瓶瓦创造的鱼啊 像鱼温水 那这里面呢 你会觉得 他画画的时候 他有时候不在乎什么造型 这是对的 因为他造型造不了 他没经过这个训练 他只知道 哎 大概意思一下 意思到了就行了 这个像鱼温水 鱼嘴巴张着 好像在回答 啊 水在那个地方啊 反正就是这意思吧 这是他的像鱼温水 再看他这幅画 流浪狗 你注意到没有 我们看会觉得 他在胡搞啊 什么等等 他没有 呃 平娃先生 他是懂得 懂得这个美术和美学的 你要知道艺术是相通的 他是一个写作的人 尤其是对细节啊 对这个意境的这种掌握 他是有办法的 虽然我画画 我没有画家的 这个灵巧的笔啊 什么无带当风啊 我没有那个水准 但是我知道有些东西啊 他能出效果 比如说他这个就是色块 这个人就是黑乎乎的一个色块 哎 然后狗呢 流浪狗呢 这个脸和这个耳朵呀 有两块这个棕色的成分 不至于单调 如果都是黑的 可能又怪了 哎 他还知道这种颜色的对比 另外呢 这个人虽然是黑的 你发现他还注意到了浓和淡啊 这种区别 这种反差 老实说他这个画追求的是什么 一种视觉的冲击 他知道反差啊 这种突出强调有一定的效果啊 不管这是不是艺术效果 但肯定是有效果的 好 这个是比较正常的一幅画 好像是说他早晨起来看到美女的时候画的一幅画 叫明媚的早晨 哎 你别看 这个还真像一个美女啊 这个我们就不要挑剔 有可能是根据真人画的 也有可能根据音响画的 反正我是觉得啊 在他所有的这个所谓的画当中 就是画的呢 还像一回事的啊 一看 这是一个美女 明媚的早晨 这个人的表情呢 还是有点这个明媚的啊 看那个额头啊 皮肤是白皙的啊 嘴唇还描了这个唇膏啊 穿的是黑色的衣服 他这个还是要找这种反差啊 颜色的这种块啊 另外他在表现头发的时候 他用的是那种呃 胶末啊 还用了一些枯笔 可能想表现这个美女头发的那种光泽呀 他并不是画的是白发魔女 他是表现这种头发的这个光泽 是画还是有力度的 明媚的造成 那这幅画有意思了 这幅画呢 他画的可能是一匹马 我只能说啊 他好像没写字 应该是一匹马吧 你说这不是马 他是什么东西呢 估计就是一匹马 而且是白马 有可能是暮色当中的白马 那这个你要严格按照这个马的结构啊 来要求是不对的啊 甲平蛙先生没有研究过这个马的结构 但是呢 让我们看出来 他是一匹马 而且是一匹白马 好玩的是 他这个白马的这个鼻子和额的地方 他颜色有点深 就说明这一匹白马 没那么简单 你以为就是一匹白马吗 他的五官呢 面部是有特征的 哎 这是想强调的一点 还有就这匹马 我觉得比较有意思的是 他是一个二分头 就是中分 他这个棕是从中间往两边劈的 这么一匹马 那这幅画还有一定的诗意 这个诗意在哪呢 又是反差 周边的颜色很深很深 然后中间留白形成了这么一匹马 那这匹马呢 他就是白色的这个斑块呀 块状的 哎 因为有了四条腿和一个尾巴 包括给他夹的这个二分头式的 这种并 这个不叫并 叫棕 这个长的棕 哎 这样一搞出来之后 他这个马 还有点意思 虽然这个马 不是我们熟悉的那种马 但是啊 这个审美这个东西 有的时候太熟了 看也没意思 那不就照相机吗 人家这个马 就让你觉得 耐看 越看越觉得 他他他到底是不是马呢 还是有点想法的 这个叫玉后得心 画的 不知道是不是美人出玉图 就是洗完澡出来之后 得到了这种心香 可能就是谁送了一个花 也出来 哎 献你一只花 反正这个人裹着一个 不知道是不是玉袍 反正手也藏起来了 藏桌 不知道是什么意思 还是这个人洗完澡 身上香喷喷的 用了香剥 这个我们就搞不清 反正这幅画呢 总而言之啊 这个人体的结构 还是对的 这个 那个谁 齐白石画过这种风格的作品 你别说 你可以翻翻齐白石的画册 有可能平华先生 就根据齐白石的那个构图 把男的改成了女的 然后这么创造了一幅作品 还有这幅 是不是叫三羊开太 我搞不清 还是叫牧羊图啊 里面有三只羊 然后有一个人啊 这个这幅图呢 其实他是用心的 这个羊是很白的 然后这个人的白色的 这个对筋的中式的 这个粗布衣服啊 你看他也是白的 蓝色的挂子和这个 蓝色的帽子啊 还有就是这个黑裤子 尤其他这个脸呢 是紫红色的 是阳光晒出来 这种紫红色的 他表现的很到位 还叼着一只烟 边上是一个石狮子 这个石狮子呢 有那么意思 呃 他就是一个石狮子 但是呢 你不能较真 你看他这个腿吗 你看他这个腿吗 他这个腿就不像狮子腿了 这很粗很粗的 像大象又不是大象 但这个不能较真 但这幅画里面 他这个反差依然是很大的 就是甲平洼 用这个颜色的对比 来形成一种冲击 还有他注意刻画这个人物 那种脸色啊 那种脸色 那种沧桑啊 吊着这么一个香烟 这个画还是有想法的 比他前面的话 画的复杂 还有这幅画叫看你 他画的是一个狮子 哎呀 这个狮子的眼神是很乖的 他肯定不是非洲草原上 那个狮子 也不像我们平时看到 这个绘画里面的狮子 他这个狮子 就是甲平洼画出来的这个狮子 但他提了两个字 看你 你要盯着他看 你也能看出来这个狮子啊 跟其他的狮子不一样 尤其这个眼睛画的是很怪的 还有这个叫什么 天气不好 身子痒 这个在树上蹭蹭 真舒服 这个是蹭痒啊 你知道我一开始 看成什么了吗 我看成那个 这叫花和尚 倒拔垂扬柳 我以为他画鲁之生 在拔这个垂扬柳啊 但是一看又不是垂扬柳的那种 垂条的树叶 而且他画的这个人呢 还不像鲁之生 鲁之生是光头 这个人像一个艺术家 留着长发 叫舒服 就是蹭痒 他是一个作家 所以他特别知道生活的一些细节 他信手拈来就可以画一幅画 但是呢 他又不是一个职业画家 画画呢 他可能比较笨拙 恰恰 他就把笨拙变成自己的一种特长和特色 我的画就是这么笨笨的这种感觉 你别说 甲瓶蛙的所有的话 都给人一种笨拙的感觉 但是这种笨拙的感觉当中 有他特别聪明的一个地方 大智若鱼 大智若鱼 他知道 这个 我的短处 恰恰是我不行的地方 我要让它变成我的长处 就是我的画风 笨笨的 捉捉的 还有这幅画 叫羊群走过 老实说的这幅画我看到之后 我眼睛是一亮的 我们先不要就是喷人家的东西 我当时一看 你看是一团乱麻 他这个羊群走过 里面是有一些羊的 大的羊 小的羊 有的羊能看到局部 有的被遮住了 还有的看到全部 反正就是这么一个画法 有的羊一部分在这个画里面 关键是什么呢 是乱草也好 或者说就是那种暗的地方 也好 他这样表现 跟他前面画那个羊是不一样的 那个羊是对比的 一看就能看到 这个羊呢 是隐在这个显得很嘈杂的 很乱的这个环境当中 别说 他还有那个古代这种壁画的感觉 这幅画其实啊 我觉得他是比较苍茫的 而且比较雄浑的 这里面是有气的 他的画 老实说 如果让我觉得画的比较有想法的 他的这幅画呢 有想法 而且效果出来呢 还是不错的啊 羊群走过 所以千万不要小瞧 他不是职业画家 没学过绘画 你要知道他是作家 他知道有些东西该怎么表现 只不过 只不过就是把文字的东西 通过这个形象的东西 就是绘画的形象表现出来 而他恰恰的 他不善于这个 他就会想尽办法 能够把这种东西用最合适的方式表现出来 比如说这个就乱乱的 你看起来乱 但是呢 他里面有些线条 又让你看到这个羊 我们再想一想甲平蛙 他的文字的魅力 很多人都说甲平蛙的文字 是很有灵性的 很灵动 但是他的语言啊 他的句式啊 你乍一看 有点桌 桌桌的 他那个机灵和灵动 灵性都在那种桌里面藏着 从这一点来看 甲平蛙的话 跟他的文字 有的时候有那么一笔 还有他一些话 我们看起来怪异 他写的文字 有的时候也挺怪异的 这个都是相合的呀 所以真的我们不要一句话 一喷说 哎呀 甲平蛙 这个是涂鸦 我们尽可能的去想象 他为什么化成这样 这是有道理的 我想即使甲平蛙自己来看 他也可能会觉得 哎 这个是有道理的 他可能真的就像我这样想的 还有你看他这个天鹅呀 这个天鹅 我乍一看 我本来以为他是鸵鸟 知道吧 很像鸵鸟 这个脖子这样一表现 鸵鸟那个脖子是凸的 而且真像鸵鸟 只不过这个鹅掌呢 又是鹅掌 这个脖子也挺怪的 甲平蛙 他就提两个字 天鹅 你就会想 这天鹅是这样子吗 这是甲平蛙的天鹅 或者是说 他的艺术表现力 所能表达出来的天鹅 我的天鹅 也只能是这个样子了 对吧 有意思 还有这个中奎过河观影 小鬼不尽 世不美貌 这话讲的我们觉得好熟 好像是从哪套来的 是吧 地狱未空 世不成佛 好像想到这样的话了 那他这个中奎你觉得也很奇怪 也不太像中国人 大胡子 眼睛瞪得很大 他过河的时候 看河中的影子 但是你看这个河波涛汹涌啊 哪有影子呢 所以有点奇怪 关键他搞了一个正能量 小鬼不尽 世不美貌 都说我中奎长得丑 为什么呀 我要捉小鬼 小鬼不抓完了 我就永远就这么丑了 他追求一种趣味 你不能当真 这个我没记得多好 这幅啊 这幅叫什么 莲开 这幅画叫莲开 莲花开了 这么一个人 穿着红衣服啊 披头散发 坐在这个地方 那他也有技巧的 就是用那个色块 画色块 而且注意到这种颜色 你看这个红色 是成为这个中心点呢 还有这个白色的莲花 跟这个人的脸的这种白 形成这个鲜明对比 他这个人脸非常的白 他可以上一点色 他不上 我不知道是不是表现 这个人和这莲花一样 非常的洁白 我搞不清楚 反正他的技巧 就是色块 大色块 对比 这个长长人 不知道是什么意思 这个是重口味 我看了一点受不了 我欣赏不了 挺可怕的 但是甲平蛙有可能 说有的人长着弯弯绕 我不喜欢 画画长得太多了 这种人可恶 也可怕 就是这样的 他没说 我是猜一下 这个过去不看 还有这个高山之上 哇 这个是男的是女的呢 我也搞不清楚 这个脸从侧面看 有点肿 但穿的是红衣服 让我们想到一个对联里面 那一句啊 就是山灯绝顶我为风啊 这个人灯在山顶上 他就是山风啊 但讲好看 不好看 依然是色快 依然是笨笨的 他可能画的是一个高士 如果是高士 这个人是真高 还有你看 他画的这个曹雪芹 这个呢 曹雪芹和他一样是武文人 他画的就比较认真 夸张 那种奇长的身材 还提了很多字 字还提的很认真 这是他用心画的 可能能够代表他画画最高水准 就是人物的造型 包括这个章法提字啊 用心 这个可能是代表他的一种高度 但他很少玩这个 为什么呢 只是不适合玩 因为曹雪芹是他同行 可能是他很敬仰的一个大作家 所以他画曹雪芹的时候 还是比较认真的 就是说啊 对于甲瓶蛙 我们真的不能 就是说他涂鸦 他是有想法的 而且他是很聪明的 他就是那种笨笨的风格 他注意到那种视觉的冲击 比如说对比 色彩的对比 还有那种块状的对比 他注重这个 而且他尝试把这种笨拙 就作为我的那种艺术语言 艺术符号 你要仔细看 他有些画里面 还真有些东西 你说他是不是一个通财呢 在我看来 甲瓶蛙他真的是一个通财 你不要小瞧 他有的话我估计啊 也会卖的不错 所以说呢 就是抛开一些成见来看 就是甲瓶蛙 你说的是涂鸦也好 但是他给我们一个启发 就是艺术的这种本质 艺术是不是 比如说绘画 非要画的那么细呢 你看毕加索 他不会说话的时候 就会画写实 就画的东西非常像了 但他最后就把那个打碎了 他画的什么立体主义啊 画那个我们就看不懂了 人家往那个路上走了 那甲瓶蛙呢 他肯定是一个见多识广的人 所以他画画的时候 他知道笨笨的 捉捉的 就是像我这样画 也是一种路 也是一种艺术的探索 或者说就是我的风格 那怎么滴呢 好了 我就聊到这儿 如果您觉得我的视频 还有点意思 请您强烈推荐 并关注我